总统赖清德上任的第一天 秦制单位首长全部换人当 警战署长由台北市警察局长张荣卿升任 调查局长则是国安处长陈白丽接长 掌揭破例要杜绝纷扰 而今天是赖清德上任的第二天 他的行程依旧是满党 上午先来到忠烈祠 向殉职先烈致敬 也跟巴拉圭总统贝尼亚会面 要维系邦誼 周职典礼后 总统赖清德副总统肖美琪 正式与友邦巴拉圭总统贝尼亚会护 去年赖清德曾以总统特使身份 前往巴拉圭祝贺 这回贝尼亚也特别率团 出席赖总统的就职典礼 象征两国关系相当稳固 为台湾仗义直言 支持台湾的国际参与 这份争执的情谊 我们都感恋在心 台湾和巴拉圭 这位南美洲的巨人 持续深化伙伴关系 赖总统除了接线外宾 上任第二天也照惯例 前往忠烈祠 向国父继忠烈殉职 人员致计 除了湘美琪 包含新任行政院长卓榮泰 总统府秘书长潘孟安 都陪同出席 而五院院长中 倒是韩国瑜因为在立法院 主持院会而没有到场 新内阁随即走马上任 赖清德更破例 在总统上任第一天就更换 秦智首长 警政署长由于赖清德 交情深厚的北市警察局长 张荣新高升 国安处长陈白丽 升任调查局长 连政署长 海巡署长也都由副署长 升任 这个跟内斗有点关系 不无可能的 520前才爆出 鱼翅宴警纪事件 张荣新也不否认 可能与人事内斗有关 为了杜绝纷扰 赖清德上任后 火速让秦智首长 本周前召集到位 也展现严正执法决心 记者欢迎永远搭配播动